美军C-130运输机空投训练 环球网军事12月21日报道 据俄罗斯卫星新闻通讯社 援引日本NKH电视台12月20日的报道称 驻日美军在近日的一次空投演习期间 一副降落伞不慎落入 位于本州岛中部山林县靶场附近的一处工业区 此事件未导致人员伤亡 报道称 驻日美军司令部周四告知日本防卫省 在美军设备物资空投演习期间 一具降落伞从C-130运输机上掉落 日本防卫省工作人员正在调查 由其他美军物资与降落伞一起被误投入工业区 NHK消息指出 今年4月日本曾发生类似事件 当时 一具美国降落伞落入宇春市一所中学 美军司令部在此事件后承诺 将采取一切措施确保空投演习的安全性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 俄罗斯是否应与中国分享火箭技术秘密 俄罗斯观点报时期日称 俄动力机械科研生产联合体宣布 已决定开始与中国共同研发超重型火箭发动机 但这一决定还需要得到俄罗斯政府批准 到目前为止 俄方仍拒绝因中国要求分享此类技术 报道称 俄动力机械公司透露 在11月的珠海航展期间 该公司与中国方面签署了一份 关于合作研发和生产液氧煤 液氢液氧 一两甲玩火箭发动机的协议 中国伙伴对设计480吨火箭发动机 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报道称 现在一切取决于俄政府 到底是授权 还是禁止在超重型火箭发动机领域 与中国进行合作 报道称 目前 许多国家对与中国技术合作保持谨慎的立场 因为中国具有极强的仿制能力 在俄航天政策研究所所长 伊万莫伊谢耶夫表示 俄罗斯不应担心技术泄漏 技术是容易过时的东西 今天它先进 过几年就可能落后了 同时还在不断出现新的技术 俄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专家 瓦西里米赫伊夫则提醒说 中国正在建设自己的空间站 如果俄罗斯帮助中国研发超重型火箭 可以让俄方获得进入未来中国空间站的门票 据介绍 超重型火箭更侧重于宇宙深空探索 例如在人登陆火星等 当年美国阿波罗计划的土星5号超重型火箭 使用的F1发动机推力为680吨机 目前中国运载能力最大的长征5号运载火箭 主要使用120吨级液氧没有发动机和50吨级液氧液氧发动机 今年3月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6月透露 正在研制用于重型火箭的500吨级液氧没有发动机 200吨级和25吨级液氧液氧发动机 他们在推力 比冲 推重比等方面 军瞄准国际一流水平 和东北亚军事研究项目编辑弗拉吉米尔 克鲁斯塔廖夫称 中国在超重型火箭方面取得很大进展 不应低估中国工程师的独立性 俄中合作研制超重型火箭 对两国都有利 他表示 中国不会严重依赖俄罗斯的技术跟能力 刘玉鹏 一项政府调查发现 至少有九所日本医学院 为了排除于学生 而操纵了入学录取考试成绩 该调查于今年8月启动 早在2006年 著名的东京医科大学TMU 就已经被发现 篡改了数十名女性申请者的考分 报告称 鉴于此 公众担忧许多女性 不会继续从事医学工作 日本教育部长表示 这一丑闻令人非常失望 我希望这些大学 立即对申请人的情况 做出天宫的回应 日本共同社在周五发布报告后 引用国会议员柴山昌燕 称 日本政府一直在努力提高女性劳动力 特别是高级职位 而此次医学院的性别歧视丑闻 明显让这些努力受挫 8月份对东京医科大学的揭露 引发了全国性的强烈抗议 作为回应 教育部对811所医学院的入学考试 进行了调查 据朝日新闻报道 10所大学被认定组织了不适当的入学考试 也就是说 报考这些学校的学生 因为年龄乎性别受到了不公平对待 报道称 包括东京医科大学 北里大学及顺天堂大学在内的9所大学 都为他们的行为感到愧疚 第10所大学圣玛丽安那大学医学院 尽管也被点名 但该大学否认 有任何不当操作 朝日新闻引述柴山昌燕的话称 每所大学都必须迅速彻底的处理此事 调查还发现医学院的其他不正当行为 包括偏寒校友的孩子 对多次参加入学考试的人有偏见 早在8月 独卖新闻就引用了东京医科大学 一对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的话说 由于担心女生毕业后 不愿意从事医务工作 该大学心照不宣的 减少了女学生的录取数量 许多毕业的女学生最终离开了医疗行业去结婚生子 该消息人士告诉独卖新闻 本周早些时候 顺天堂大学表示 该校为女生设立了更高的录取标准 是因为女性比男性更善于沟通 并在面对面的面试中占优势 已有24名女性要求东京医科大学 向他们支付10万日元880美元的赔偿金 据法新社报道 该大学与2017到2018年间的101名申请入学的学生重新接触后 目前已有40多名被重新录取 新华社澳门12月20日电 方昭王陈席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 20日上午 在澳门新口岸营区和珠海郑岭区 同步举行升国旗仪式 热烈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继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澳门19周年 澳门新口岸营区大楼外墙悬挂的八一 军辉和热烈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继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澳门19周年 横幅标语格外醒目 七时长 威武的仪仗队护送国旗 步伐铿枪走向升旗台 军乐队奏响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客 驻澳门部队官兵 在政治委员周吴刚带领下整齐列队 面向国旗庄严敬礼 目送新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冉升起 为祖国和澳门献上申请祝福 驻军参谋长朱安平 在致辞中表示 19年前的今天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 作为国家主权的象征 遵照中央军委命令 依法进驻澳门履行防务 从进入之日起 驻军就坚定不移地贯彻 一国两制为大方针 坚决执行基本法 驻军法等法律法规 尊重和支持澳门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有效履行防务职责 依法首次协助澳门特区政府救助灾害 为维护澳门繁荣稳定 做出了应有贡献 赢得了广大澳门同胞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 他表示 驻军将继续以党在新形势下强军目标为引领 强化四个意识 坚定三个维护 深入推进政治建军 改革强军 科技新军 依法治军 为实现强国梦强军梦而努力奋斗 为维护澳门繁荣稳定 做出更大贡献 驻澳门部队进驻以来 常态组织以营战备拉链 连年举行豪将系列实兵演习 广泛开展创纪录 打擂台 评选精武执行活动 全面提高旅行防务能力 同时积极参加为老爱幼 植树献血 爱心捐款等公益活动 持续开展军营开放 文化联益 军事下令营 国旗手培训等系列活动 为澳门公益事业 做出应有贡献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称 乌克兰国防部长斯杰潘布尔托拉克 在与英国国防大臣加文威廉姆森会晤时表示 英国一个海军小组将在明年1月抵达乌克兰 据悉 英国军人将筹备与乌克兰海军举行的联合演习 12日19日获悉 克斥海峡事件发生后 北约首艘军舰抵达乌克兰 这艘船是英国回胜号侦察船 HMS Echo 12月18日 基辅通过新的国家海洋学说 根据该学说 到2035年 基辅将加强期待亚述海和黑海的地位 新华社贵阳12月17日电体 遵义会议 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 新华社记者梅世兄 今年23岁的周平星 是遵义会议纪念馆的一名专职讲解员 上岗虽然不到一年 但他已经深深喜欢上了这份工作 我是遵义人 从小老时就给我们讲长征的故事 讲红军在遵义召开了一次改变中国命运的会议 周平星说 1935年1月 中央红军攻克前北小镇遵义 此前 红军先后经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以及长征初期的一连串势力 特别是湘江战役之后 广大指战员对左倾错误的不满和质疑到了顶点 1月15日至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尊义国民党师长百徽章私底 召开扩大会议 会议中新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失利的教训 字幕志愿者 李宗一